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适合Vlogger用的一个小灯光设备 洋葱工厂的Pudding 说明书 袋子 这盏灯 USB Type-C 供电线 内置电池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让这盏灯 用这个部件安装在乐靴上面 包装保护上面提醒我们要先拆开它的保护膜 有些难 不小心把这个片子也一起抠了出来 可能得注意一些 其实这个设计真的很像一个很酷的收音机 等于有两个四分之一螺丝孔 可以用竖式的方式 或者横向的方式去安装它 开关和蓝牙切换功能键 OK 那我们长按三秒 然后放开 现在第一个模式 就是正常灯使用的模式 右边的控制键是控制左边的参数 左边的控制键是控制右边的参数 左边的键去进入下一个模式 调出自己想要的颜色 这样可以切换并调整它的饱和度 下一个模式 模拟一个闪电的效果 呼吸的效果 Police Sirens那种效果 频率调整 A就是最快的 调成B或C 就更慢一些 切换成蓝牙的模式 再打开布丁App 可以一模一样操控在按钮上面的设置 而且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你的颜色 它的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挺适合Vlogger用 在外面比如已经晚一点的时候 每自己打个灯一边走一边Vlog 跟同价位灯相比呢 它的这个大小还是相对来说大的 安装方式也只有这两个四分之一螺丝 但是呢 我觉得能看到YC Onion 洋葱工厂这个公司 能进入灯的这个地带 还是特别酷的 因为有更多公司来做这些产品 才会让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新的创作工具 对于我们的视频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挺酷的 你们是怎么想的